我的频道在与YouTube入门知识分享 主要分享我多年来对YouTube的深刻理解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伴随我愉快的老年生活 我喜欢 我快乐 因此我把我了解的浅薄的知识分享给大家 你会得到更多的点赞关注 少走弯路 如果我的频道对你一丁点的帮助 记得点赞关注我哦 以下是反映社会声音 通过YouTube个人和团体 可以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和声音 推动了社会变革和意识的觉醒 通过YouTube个人和团体 可以反映和表达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和声音 推动了社会变革和意识觉醒的过程 以下是一些相关的例子 1.社会评论和辩论 许多视频创作者利用YouTube平台 发布关于社会问题的评论和辩论视频 他们可以分享自己的观点 分析问题 并引发观众之间的讨论和思考 2.社会运动和活动的宣传 YouTube为社会运动和活动 提供了一个宣传和传播的平台 个人和团体 可以通过视频展示社会不公 环境问题 人权问题等 并呼吁人们参与到相关的运动和活动中 3.新闻和时事评论 许多独立记者和评论员 在YouTube上发布新闻报道 和时事评论视频 为观众提供多元化的新闻观点和深度分析 这些视频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政治议题 4.慈善和社会公益 许多个人和慈善组织利用YouTube分享他们的社会公益活动和慈善项目 这些视频可以唤起人们的关注和参与 促进社会的改善和意识的觉醒 5.个人故事和经历分享 通过YouTube 个人可以分享自己在社会中的经历和挑战 展示特定社会群体的声音和故事 这种分享有助于推动社会对于多样性 平等和包容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YouTube 个人和团体 可以直接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 吸引观众的关注 推动社会意识和改变 这种开放的平台 为反映社会声音提供了机会 使更多的人可以听到来自各个社会层面的声音 从而促进了社会变革和进步的进程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下期再见